前田全太郎今年的演艺路线真的是越走越顺 首先是今年月参加了北川景子主演的富士台的月夜酒剧女神的教室 这部剧我也看虽然它是配角但戏份还是挺多的 之后是参演了四月的日剧《我的媳妇》也是一个配角 但这部剧我倒是没看 然后最近又传出将参演十月开播的有桥本环奈主演的日剧 特命警察厅特别会计部 那前田全太郎也将作为其中一枚配角参演 虽然不是主演 但能和最近很火的桥本环奈一起出演也算是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终于有一部剧前田要成为主角了 片名是《平民电话托托卡奈》无法传达给你 9月26日开播 这部剧是由漫画改变的日剧 原本还以为是一部很正常恋爱剧 看了介绍之后发现 嗯果然是一部恋爱剧 但竟然是男男的恋爱剧 前田是演的功 好吧这个要不要看我还要再三思一下 对了另外一位主演叫做薄木游 看着帽子还挺可爱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还是点赞过注 下期见 不散